15年大年初一 台南南昆森戴天府抽国运签 当时抽出武则天作天 被外界解读神准 没想到多年之后 戴天府决定今年过年不解签了 2017年抽出了夏夏签 庙方当时还兴冲冲的解签师 看看签师内容 四句挂尾 分别一重山 陆佑南终不过魏德安 代表民生经济是非不安宁 底下附著屋漏偏逢连夜雨 还真没一句好话 庙方安慰说命运可以改变 但再过了一年 2018年庙方缩手不大详解了 比较一下原来台北的保安宫 抽出了中上签 但戴天府连续第二年又是夏夏签 用尽心机总魏安 还是没好话 民族专家缓夹说是夏上签 但最后付出汉李广父子阵王 一位大将都战死 似乎也预言了去年选举结果还是神准 就是因为太准了 戴天府决定今年抽抽签就好 不解签了 免得被外界误会 替蔡总统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三连续游耐生器台南报道